我們已經了解到,榮耀會將於8月12日在全球推出新款機件Magic 3系列 這並且是來自官方公開的消息 就新品外觀而言,當前市面上的洩露消息越來越多 並且官方也公開了一些細節 從目前爆料放出的手機殼以及流出的漩圖 Magic 3系列的設計可能最終採用了環形後置鏡頭模組 這個設計與華外Mate 40設計很相似 而且給人又有熟悉的味道 在榮耀官方未公開預告視頻前,我們沒有多少總學消息 然而榮耀官方最近發布了預告視頻 並展示了後置相機和屏幕的一些細節變化 也終於肯定了Magic 3系列具有後置星環設計的鏡頭模組 而前置屏幕為曲面屏方案 而在正面展示的Magic 3視頻 其顯示成用曲面屏和雙挖孔鏡頭 據稱有一顆鏡頭可能支持3D面部解鎖 但現在沒有詳細的信息證實這一消息 另外,Magic 3系列作為榮耀首款旗艦 也是很受用戶期待 據說它將會成為首款 驍龍888 Plus芯片的產品之一 驍龍888 Plus是驍龍888的優化版 2021上半年,幾乎所有高端智能手機都由此提供動力 而榮耀Magic 3很好,它獲得了驍龍888 Plus的首發機會 而在最近我們還得到了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消息 在Geekbench網站上發現了Magic 3的跑分成績 從測試結果可以看出 這款工程機的性能 比任何一款已經上市的驍龍888手機都要強 在Geekbench跑分數據庫中 該機單核跑分獲得了1215分 多核跑分獲得了3806分 這怎麼看,這顯然是驍龍888 Plus芯片的成績 此外,Royal Magic 3系列 或將推出兩款型號,包括常規款和Pro款 先說常規款,Magic 3將配備 近東方提供的6.76英寸AMOLED顯示屏 該顯示屏的分辨率為2772×1344像素 雙新率為120Hz,並支持SDL10加顯示 硬件方面,芯片為驍龍888 Plus 並將配備8GB或12GB用型內充使用 機身重組上提供128×256×512GB可選 並且為UFS3.1閃存規格 Magic 3手機還將內置一塊4500mAh電池 支持66W有些快充 同時還支持NFC功能 提供雙力提升揚聲器 是否支持AP68級防水 我們現在還沒有消息 其還用行了基於安卓11系統的Magic UI 5.0版本 需要注意的是,榮耀從脫離華為後 現在完全支持谷歌服務 接著聊到Magic 3 Pro身上 對於它而言,這將以專業版型號亮相 它將在多個方面與常規款有所不同 比如說它將有一個16GB的運行能充 電池容量增加到5000mAh 溃充功率最高為100W 另外,這款手機還將持50W的無線溃充 常規款可能不支持無線充電 在後置鏡頭上,Pro型號還會增加 100倍數碼變焦及5倍光學變焦 這些都是普通款所沒有的功能 而其他所規格,兩款型號幾乎保持一致 但最近也有消息聽說 它們之間或將有一款機型會配備屏下哨頭 雖然這個想法很好,但我看來目前並不會 也可以猜測得到 榮耀還沒有準備好推出採用屏下鏡頭的手機 在即將迎來榮耀Magic 3系列的同時 現在一款名為榮耀V7 Pro的決心高端平板 也即將迎來 此刻榮耀官方還分享了一段 關於該平板的預告視頻 展示了該產品的設計 即將推出的榮耀平板有藍色的皮革機身 後置鏡頭模組設計與榮耀50系列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此外,有洩露者透露 該平板是第一款由聯發科天機1300T芯片驅動產品 它可能採用了6nm製造工藝 但具體性能還不知道 榮耀的新平板可能會主打性價比 首發面向絕球,就和Magic 3系列一樣 絕球首發推出是一款絕球型號的平板 沒錯的話,8月12日平板和手機 會在同一時間發布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